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前訪北京訪問之前 祭出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先打算要制裁中國銀行 禁止使用美金 前幾天又指控中國 說在新疆實施了種族滅絕了 我要請教靳品哥了 他們到底為什麼在出訪中國之前 要動作平平而且劍指中國呢 那當然是美國現在要準備一些相罵本 去跟北京好好的談一談 如果你不肯順從我的觀點的話 那乾脆我們在現場 有很多的這個沒有辦法磨合 可能就吵起來了 那這個其實也是三母大叔 他們一直想要做的 準備了一些東西 那其中呢 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就有報導 說有人提到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訪華之前 準備起乘到北京進行三天的訪問同時 那美國的相關的這個部位 因為前一陣子葉倫才去過嘛 那他們準備草泥的一些制裁措施 切斷中國的相關的這個銀行 跟國際金融體系之間的一個聯繫 為什麼呢 這樣子是為了阻止北京 他去協助這個俄羅斯 他去這個相關的軍控產業的發展 因為他只有制裁中國的這個金融管道 禁止中國去使用美元 因為美元現在還是全世界主要的技價貨幣 你把中國的這個技價的這個貨幣 還有它的外匯收入的管道給切斷了 我看你中國的銀行 怎麼跟這個國外的這個廠商 還有你國內的廠商 這些你要如何收款取款 除非你逃避美元交易 你用你的這個人民幣 好 那美國政府官員不只這樣 他其實在2023年的時候他發現到 去年一整年 俄羅斯的微電子產品竟然有90%來自中國 我不是封鎖俄羅斯了嗎 為什麼中國你還可以跟這個俄羅斯做生意 其實美國大概也發現有這個漏洞 俄羅斯而且把它用來這些電子零件 微電子零件 拿來製造飛彈 還有它的一個坦克跟飛機 然後相關的這個軍用商品 這個他都把它拿來做 這樣一個軍事的一個等於平台 那去年Q4的時候 第四季俄羅斯甚至它有一個 一批價值大概9億元美元的機械工具機當中 有7成來自於中國 尤其中國之前相對的一些工具機的機床 還有車床幾乎都是銷往俄羅斯 非常大 所以超過7成有這樣的狀況被發現了之後 中國的海關總署他自己有數據 你看在俄烏戰後打了兩年 照理說俄羅斯從中國的這個商品應該是 你不是平盤就是下降 可是你看你看這個數據 居然上升 粉紅的跟粉紅的 是不是上升 中俄貿易尤其是在這個所有貿易夥伴當中 你看它的這個整個貿易額 達到2401.1億 這個240億美元 超過了這樣一個這個金額 同比增長的超過25 已經到了26.3% 僅次於美國 日本韓國 已經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國家當中 算是第四大的貿易夥伴俄羅斯 尤其是在俄烏戰後 這個就不用我多說 非常明顯 絕對跟這個戰事有關 所以俄羅斯因為被全球整個主要經濟國家封鎖了 那其實布林肯這次242526 今天開始三天的訪華 他在訪華之前他就有提到說 有關於中國的在新疆維吾爾的這個 種族的這樣一個 他們認為是滅絕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然後是反人類罪的一個受害者 所以布林肯要要求這個逼中方表態 因為在他出訪之前 華府公布了一個2023年中國的一個人權報告 那人權報告除了提到香港的這個 這個民主自由的問題之外 他也提到在這個維吾爾族 少數的這個新疆的這個 少數民族的群體 中國正在實施種族滅絕跟反人類罪 超過百萬人被送到了這個集中營 中國是解釋說 它是一個這個就業訓練中心 職業訓練中心 但是美方就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再教育營 是一個監獄 你要持續關注在香港跟新疆的這個人權 尤其是中國在新疆的這個 種族滅絕行為 美方就是要叫中國 你要給個說法 那美方不斷的步步施壓 不只是這樣 他甚至在這個菲律賓 準備有三個禮拜的這個 美飛2024年的兼並肩的軍演 雖然軍演的這個人數呢 16700名 比去年的17700名少了1000人左右 但是規模還是算相當大的 那這樣的一個兼並肩軍演 有幾個特點 就是說在菲律賓領海之外 去年還在領海內 它頂多是在菲律賓西部的海域 就是在南海 南海我們一直知道 是中國跟美國和菲律賓 一直有局域 有爭議的這個衝突的海域 那在菲律賓領海之外 而且你看這一艘船 卡里拉雅符號 這一艘船呢 特別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中國製的 這個是以前的一艘這個 菲律賓用的這個軍艦 拿來當靶艦 它是在這個浙江台州 中心造船廠出廠的一艘運輸艦 卡里拉雅符號 那退役了之後呢 美方跟菲律賓 你都有默契的把它當成這個靶艦 來把它擠船 那這不是故意給中國難看嗎 你造的船我把它打乘 那當然它是把它做為這個目標 當然也是有象徵的意義 打給中國看 那美飛的這一次的這個 簽名簽經營2024年 它特別我說值得一提的是 它很靠近台灣的這個巴丹群島 巴丹群島當中有一個雅米島 雅米島距離我們這個台灣的 俄蘭比這個燈塔 大概不到200公里 196公里左右 那它的雅米島呢 更距離我們的蘭嶼更近 離我們蘭嶼只有90公里 不到100公里 然後他們希望 老美希望在這個巴丹群島 跟雅米島上面 他們要這個放海馬式 海馬式的這個飛彈 火箭彈還有飛彈 然後而且還可以有這個 反艦飛彈在那邊部署 那艦指的是 也有保護台灣的味道 然後也是艦指的中國 還有這一次呢 他們這個跟澳洲的國防軍 還有法國的海軍 他們一艘巡防艦 也會同時參與美飛 簽名簽的軍演 這是第一次破天荒 法國你看從歐洲都跑來參加了 那澳洲在隔壁就不用講了 然後而且還首次在這個演習奪島經演 美飛奪島經演在南海 當然也要特別提到 艦指的就是我們的東沙島 跟太平島不是要躲我們 而是擔心我們萬一這個 老共打過來 把東沙島太平島搶走了 他們要進行躲倒軍演 我就白話的跟大家講說 有這個意味在 所以中國的這個軍方看到一定是很刺眼 那北京不只是在這個同一天 也要跟這個 北非兼兵兼軍演互別苗頭 就是他辦了一個 西太平洋海軍論壇 當然了北京今年中國是 中方是輪職國主辦方 他在這個北京還有這個青島 特別去辦的這個 還故意開放這個外國媒體 去參訪他們的海軍潛艦的這個單位 還有這個訓練學校 所以你看各國的海軍人員都在這邊 美國的這個海軍作戰部長 他也到了這個現場去 但是你用這樣的一個大拜拜的形式 去跟這個美國互別苗頭 相形之下 似乎在這個一個文一個武 有點失色不少 所以現在布林肯看起來 其實動作還蠻多的 一下制裁 然後一下說他在實施這個種族滅絕 另外一方面又進行了軍演 但是中國方面 他是不是只能隔空喊話 用叫囂的方式 用打放話的形式 來跟老美對抗 是的 我們看到這個中國外交部 他們是出動了這個 大洋洲美洲師的這個官員出來 來對於這個布林肯要訪問北京 他有幾個主要聚焦的五大目標 所謂他說不要讓分歧主導來中美關係 也不要這個觸碰中方在台灣問題的立場 還有什麼民主人權 剛剛講的香港跟新疆的之類的 還有包括這個發展的道路制度上 以及發展的這個權力問題上的紅線 他這其實有點是先嗆嗆 先把這個醜話說在前頭那種未到站 可是就像剛剛佳芬你提醒的說 中方你難道只有淪為官方出來放話 還有官媒出來這個講一講 是啊 要不然怎麼辦 他們總不能悶不吭聲 中國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 很容易扮演起來的一個算是大國 很容易這個牙起來的 面子還是要 對 你剛剛就是說到核心問題 所以既然面子要 官媒就不能不講話 他們的鷹派官媒 就是我們常提到的環球時報 就突然發了一篇社論 他們提到說布林肯訪華前 我們先給美方打個預防針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美方你這次要來這個中國訪問 我們必須讓你知道說 你不要有一個壓服中國的一個心理 你不是來壓我們 為什麼 你在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以巴衝突 俄烏戰場 芬太尼的毒品氾濫問題 跟俄烏的戰場上 還有這個以巴的衝突 跟伊朗之間的調集 還有朝鮮半島的北韓 這個小老弟 你是不是要我們去配合你 好好的在問題上 大家有一個共識 你要我們協助什麼 就好好的以好氣的來談 你不是帶著剛剛想要來指責我 你新疆怎樣 你香港如何 你南海又怎樣 然後到處指責我 你這樣叫我怎麼談 你是壓著我的頭 要跟你低頭 然後來跟你這個低聲下氣的談嗎 這是中方 所以故意說我要打預防針 我先告訴你 我透過這些官媒來犯話 我透過了外交部的官員 先講醜話給你聽 但是美國會理他嗎 你們不會理他吧 是啊 美國當然不會理他 你講你的好 讓你發洩一下 所以為什麼美國不會理他呢 因為海外智庫天軍政經的文章 就有提到說 習近平是不是掐住了拜登的軟肋 這個高官挑釁 去開打金融戰 他就有提到這一篇文章裡面說 因為一場廣泛的美中之間的金融戰 已經悄悄的開打 美國最致命的戰術 他說還沒有被使用到 是因為北京當局別無選擇 為什麼沒有選擇呢 因為這一篇專文裡面提到說 美國它有一個SWIFT SWIFT就是環球金融之間 各個國家之間的 它的金融體系的 一個電信協會的貨幣交換 那當把這個SWIFT這個貨幣 一攬子的貨幣 你的人民幣選項不在裡面的話 我用美元也把你封殺 那你這個核選項的話 就是美方最大的一個準備 和他拿在手中的一個王牌 所以這個目前的 美國最致命的這個核選項 形容為核選項的戰術 它還沒使用 也就是說它還沒有完完全全 用所有美元來這個封殺你 剛剛我不是說 中國跟俄羅斯的交易 已經達到超過2401億美元了嗎 對 那以後不只是中國 那你中國你跟美國 中國你跟這個韓國 日本 你前三大貿易夥伴的這個計價的話 我都用美元封殺你的話 你要跟俄羅斯一樣嗎 所以我才會說 這是形容為最後一張王牌 而SWIFT制裁造成的影響 非常的這個大 可能會讓中國每年損失 超過3000億美元的貿易 超過900億美元的這個 外商直接投資 還有800億美元的這個 對外直接投資 所以如果這些制裁 都引爆的話 可能這些資本外逃 就是外商加速撤離中國的 這樣一個海嘯 可能就來臨 好 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北台灣跟中台灣的觀眾朋友 應該明顯的感受到了雨勢了 在畫面上你看到了 中台灣的觀眾朋友 上了國道之後發現 天啊 這個雨也太大了吧 變成了瀑布一樣 而且氣象局預報說 最長雨還要再下五天 當然現在極端氣候全球都在影響 包括台灣 包括其他地方 有的地方是熱到暈倒了 我要請教學偉哥了 哇 這場氣象戰 電影當中演得要成真了嗎 其實今天清晨的時候 7點多的時候對不對 這住在中部 尤其苗栗台中彰化這一代的民眾 你只要一出門之後 你就發現說 那個雨真的好像印度的你知道嗎 尤其在這個國道你看 那個什麼氣象局 就對這個地方 這些地區有沒有 發佈了那個什麼 即時槍降雨的那個預報 你真的看這個畫面你看 連國道的畫面有沒有 你車子開上國道之後 你會發現說 這個國道變成瀑布一樣 對不對 我這個雨刷怎麼刷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雨水來 真的速度速度 所有的車輛都放低速度 這就不像平常國道的速度 為什麼 因為真的很恐怖 你那個煞車也危險 視線又不清楚的話 那只能打開大燈 可是大燈說起來 照明有限 對 說清楚 所以你看這個雨 來得又急又快 怎麼會出現這麼大的雨 其實跟極端氣候有關 那我們看一下說 除了台灣這樣 其實最近廣東 也是被雨炸 炸到實在是有點誇張 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深圳有沒有 這個下大雨 雨來之前有沒有 整個天氣 你看烏雲逆附 你看 一夕之間 他們講說真的是 一秒變黑暗 一秒入夜 對 你看這個雨要下來之前 整個天氣本來是白天 突然間 你看整個城市 整個深圳有沒有 一秒入夜 全都跟暗時一樣 大家就講說 這種感覺 世界末日要來了 怎麼會有這種景象 真的 像電影裡面演的那種 風雲變色的感覺 對啊 那個白皺就突然間 就變成黑夜 大家就心裡就很慌 到底是什麼原因 後來原來是那個雲城太后 因為雷雨包那個雲城太后 如果一蓋過來之後 你看 連那個小鳥在天空飛 都這樣很恐怖 怎麼會白天 明明是白天 怎麼會變黑夜 對不對 而且很多學生拍下來之後 他就講說 只有深圳到這個 還不給我放假 對不對 種天氣 你還要出門去讀書 對不對 好 那剛才一秒入夜之後 你看 暴雨就真的就淹下來 你看 我們看這個畫面 這個深圳 很多人還勉強 因為他送外賣 沒辦法嘛對不對 外送員 他還是騎了摩托車 車就在這個水裡面就開了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深圳很多地方 你會發現 變得很多很多的那個 河流的感覺有沒有 到處都是淹水 那你說我今天行人要走 那個車輛要開了 你看 這個開進去之後 換這台車 可能有沒有 有可能兇多吉少 很多車子就丟在那裡 你看 現在深圳地區 突然間會出現 很多很多的泡水車 甚至還有你看 這個深圳有個男子 騎著電動車對不對 要怎麼辦 只能躲在這個電動車上面 這個水一來之後 他就坐在車上 跟著水流在這個水裡面飄 順水飄 對啊 你看 人家就講說 這個電動車突然間 變成一個小帆船 小船對不對 這個小船就順著這個河流 陸地行舟 就這樣跟著跑 可是他們就講說 現在還有一個廣告出來 他講說這個BRD有沒有 中國大陸的一個驕傲 汽車自製 汽車國產汽車的驕傲 他說廣東特大鮑魚對不對 可是他們仰望U8這行車 你看 他們講說 這麥克風好像準了 你知道 U8還可以這樣射水喔 對 那個水 你看淹到都已經 引擎蓋都淹過去了對不對 他不怕 因為他說告訴你說 仰望U8 最好的是怎樣 他們有一個防水系統 而且看裡面還可以浮起來 整個汽車在水裡面 根本不怕水 再大來都不怕 你看那個 之前他們還開的那個U8 在水裡面測試 你有沒有看到 你加整個驗進去 他說這個可以射水 大概一公尺以上 那這最近賣很好喔 所以大家就講說 對嘛 你現在趕快把這個車子 開到杜拜去 對 最近杜拜不是在驗大水 而且杜拜那些有錢人 看到這種車子 這麼好 一定馬上賣爆 對不對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這個極端氣候 除了說在台灣跟廣東這個地方 造成暴雨之外 全世界現在也出現很大的問題 對啊 對 你看這個南美洲的俄瓜多 俄瓜多其實這個暴雨已經延續了 大概到那去六個月了 半年啊 對 一直流 一直流 所以很多你看 很多地方都 山地已經受不了 就引起山崩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已經很多人 失蹤在裡面 根本就找不到人啊對不對 除了說你那個俄瓜多 洪杜拉斯也一樣對不對 都是在中南美洲嘛對不對 那我們鏡頭拉到這個肯亞 肯亞這個地方在非洲對不對 平常大家講說 非洲應該暴雨來的話 就是雨季 對 而且雨季很短嘛對不對 對 野生動物需要有一些水嘛 等等 哪知道這次雨 一來之後 真的是下不完 你看現在那個車輛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對不對 之前還有一輛公車 五十幾個人 全部被沖走你知道嗎 公車五十幾個人 整輛車被沖走 幸好沒有造成傷亡 這些人全部都被救起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極端氣候真的很恐怖 剛才提到說 杜拜對不對 在這個阿聯這個地方 你看 他們現在就用那個 衛星空照圖來 做一個對比 這個 這個阿布達比 就是那個杜拜的那個首都對不對 是蓋在沙漠上 你知道嗎 之前的照片 就是暴雨前的照片 阿布達比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正常的那個 這就是他的人工島對不對 反正飯店那個地方 很建築啊 飯店什麼的 對 都很清楚對不對 對 可是後來暴雨一來之後 他們在發現一個空照圖 哇 怎麼出現很多藍色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倒出積水啦 這個藍色顏色跟海水的顏色 是一樣的 不是平空跑出很多湖泊 是因為這個大雨來之後有沒有 造成很多積水沒有辦法退 因為你本來在沙漠的地方 根本沒有什麼排水系統對不對 疫情求雨求得要死就不來 現在雨一來 他們本來就不注重排水系統 沒遇過啊 而且現在人越多 垃圾越多什麼東西 讓他們排水系統 本來就消耗得不好 所以現在水突然一來 一天下了一年的雨量之後 就造成很多 看起來很像湖泊的東西 那其實我跟你講這些 極端氣候對不對 現在那個自然期刊就講 前面研究 他告訴你說 這些有可能會造成極端氣候 造成很多地區的收入會減少 你知道嗎 影響經濟啊 對 當然經濟 因為活動力減低對不對 而且這些災害造成了很多損失 他提出警告說 中東北非和南亞這個地方 可能是收入減少最多的地方 而且更誇張的一個數據 2050年前全球平均收入會 因為氣候變遷減少多少 百分之十九 你如果把它換算是38兆美元 這不得了耶 這個是天文數字 我真的不會算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極端氣候帶來的問題多大 好 那我們極端氣候 你看這個印度有沒有 竟然 竟然 有一個女主播在播新聞的時候 播到最後竟然當場昏倒 是不是太累了還是過了 不是太累 因為那一天 因為他棚內的那個什麼 空調壞掉了 壞掉之後他就播… 開始整個蒼白之後就起來 你會發現旁邊的工作人員 趕快拿到新聞稿幫他散風 他真的手軟了 為什麼 印度最近的氣候飆到46度 攝氏 你說冷怎麼會掉 動會掉 而且你看馬來西亞 附近的馬來西亞也是 這些溫度全部都高達 37到40度之間 很多民眾只能靠什麼 洗澡來降溫 降溫喔 睡到一晚睡不去 騎著沖個涼這樣 可是我是覺得 那個水也是溫沌的 你沖了之後 真的會降溫嗎 我也是覺得很誇張 好 那這個更誇張的是 就是在南亞的這個孟佳拉 孟佳拉有沒有 高溫到43度 學校還一直 恰定全國學校停課一週 太熱了 不行去上課 不真的 而且他要求所有的醫院有沒有 要趕快做準備好 要準備好 為什麼 因為可能會有很多人 中暑要急一中送醫 對不對 好啦 那其實現在大家講說 全球異常溫度上升對不對 那最可能危險出現在哪裡 竟然是在歐洲 歐洲啊 對 你看這個數據 是從1940年以來的一個高溫 每個月的 每個月的逐月的那個溫度 變化的溫度有沒有 你看到2023年 紅色這一條線有沒有 對 開始往上對不對 那今年不是到3月嗎 2024年 已經你看都破紀錄了 破紀錄了 對 而且他們聯繫從這邊開始 10個月 單月創史上新高 那這個來的話 經濟損失的話 我剛才講過說 包括這個溫度上升之後 接下來就是什麼 野火 熱浪或者是乾旱 造成所有的那個 經濟損失的話 不可數計 人家講說 這個可能 到時候 對歐洲的經濟損失 會高達超過百億的歐元 好 今天的氣象專家 也在我們現場 哲聖哥來告訴我們 我們剛剛看到了 中部的國道 哇 這個雨大到跟瀑布一樣 今天的累積雨量 是不是真的 就在中部地區 是首當其衝呢 的確 像前天我們看這個封面 它就是從昨天開始慢慢靠近我們 那從南海那邊上來 上來之後 它的最主要的雨區 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部分 對 這有些都超過100毫米以上 大概幾個小時就下下來了 所以反正變成很大的雨 北部大概在中午的時候 也下了一陣比較大的雨 那這個封面的話 其實今天可以感受到 跟昨天的天氣不太一樣 比較涼快 等於說表示它的封面 北邊有北風下來 然後把它往前壓把它推斷 我們等一下從下一張天氣圖 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到底還要再下多久 就觀眾朋友很擔心說 我到底還要這個 到公司啊 去上課的時候 這個鞋子還要濕幾天呢 這個封面大概 大概就維持到這個禮拜天 如果我們從天氣圖來看的話 這是今天 明天 剛剛講的這個 今天有一個分裂高壓 它開始往它 往這個南邊推 所以會把它扯斷 等於說是吹北風的樣子 吹到台灣地區 那就變得比較涼快 之後的話 它剩的這一段 這段封面 它會往北抬 抬上去 就是到明天的狀況 所以明天的話 天氣會比較緩和一點 會有一個空檔囉 對對對 會比較緩和一點 那當然還是會 下午的時候還是會下降雨 因為它吹的是南來氣流 那後面到了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它又開始跟北邊 又結合在一起 又開始往南壓 這個時候 會比這一波還要大的雨 還要再更大 對 而且是中南部 因為它這一波的西南風 非常明顯 可以看到這有西南風上來 對 而且它馬上橫 就是從北邊壓到台灣的時間 也比較長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禮拜五 禮拜六 一直到禮拜天 這段時間 應該是四 五 這個是 對 五 六 這個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這三個時間 就是我們封面影響最大的時間 那中南部都要小心 因為中南部它的西南風 它會結合了這個 中央山脈的這個 這個地形抬升的效應 所以會下更大的雨 那我們必須要 一直要到禮拜天之後 才會斷開來比較寬 所以剛剛專家幫我們整理了 包括了禮拜四 禮拜五跟禮拜六 尤其是在中部地區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的當心了 一直要到禮拜天 才有可能來做趨緩 是嗎 對 你看這個是氣氧局做的 昨天做的這個 後續的這五六天的預報 也就是說今天是禮拜三 明天禮拜四 然後今天的狀況 它其實做的這個預報 因為昨天做的 昨天 今天實際上 還比這個範圍再大一點 還強一點 然後實際上這個 到了禮拜五到禮拜六 這段時間就最嚴重的 中南部你看這邊都紅色的部分 尤其是這整塊 北部的話還是會下雨 還是要小心一點 然後到禮拜天 才會稍微緩和一點 一直要下到禮拜一之後 後面的話下個禮拜 還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現在這個春天封面 大陸那邊一直都有一些 這個對流雲氣 所以還是會再出來 那我們後面還要再去觀察 中間雙界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攻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全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